2008年的汶川地震夺走了近7万人的生命 而在这长长的遇难者名单中 有5000多个孩子的名字从未被提及 他们的遇难与CF的贪腐导致的豆腐渣工程学校密不可分 虽然CF极力掩埋真相 一位艺术家为这些孩子站了出来 他用9000个背包在国际上为受难的孩子发声 你有可能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叫艾未未 鸟巢的设计者 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然而他的发声惹入了当权者 他被关押 被毒打 他在上海的工作室直接被拆毁 13年后的今天 5000多个弱小的亡魂依然无法安息 究竟谁该为这些孩子负责呢 谁能听到他们埋在废墟下的呐喊呢